土豆的飘移养成绩 土豆来给大家表演一段 吃吧土豆 拜访邻居陈梯第二 看我们的小怂包土豆 到别人家里了 还要这样抱着 天天要搂着我 看看人家TD多乖 爱一抱抱你行吗 你说什么 TD傻了 你怎么走了 我头都生气了 哎呦土豆 你怎么把自己装在袋子里睡觉了 快醒醒快醒醒 别睡了 今天我们要去拜访 陈TD还有他老婆阿雕呢 哎 恰恰忘了 还有TD爸爸呢 好了土豆 说是好了 我们出发吧 妈妈抱着你吧 哎呦你太重了 该减肥了哦 拿上我们给TD 还有阿雕的礼物 超大一份 哦对对对对对 还有吉列引力盒 上次去TD家里 都忘记给TD爸 准备礼物了 还好有粉丝宝宝们提醒我 我这回可是下了功夫 茶资料准备的一个礼物 那土豆给你看看 就是这个引力盒 TD爸说过 他最喜欢手动的T恤刀 手动最好的盘子 就是吉列了 大家都说 这个有五层刀片 比电动刮得干净多了 还不用充电 和打开刀头清洗 那么麻烦 送给TD爸刚好 嘿嘿 我是不是太聪明了 你看 配上这个酷酷的磁力底座 是不是很好玩 男孩子一定很喜欢 哎呦呦呦 这个你可不能玩 我把你的胡子剃掉 你就完蛋了 就你好奇 走啦 我们出发去TD家咯 听说很多人还想看土豆飘移 那么他来了 先在门口偷偷看 只要我一打开零食 这干嘛呀 这快撞倒 你知道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 我好 我小梦 就能在我看漫画 土豆土豆 你灯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又来告诉你消息了 还是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先说坏消息吧 坏消息是 前天我们发的视频 土豆的小屋 有好多粉丝留言说 你的小屋还缺少很多东西 比如 沙发呀 椅子呀 等等等等 太多了 好消息是 我已经从其中挑选了三样给你买下了 进去的决定 以后 你直播挣的钱 全部花在你身上 用来买 猫粮 零食 还有你的装扮 等等 这个好消息 你开心吗 最后你就要自己开始种猫粮咯 加油 今天要带土豆去拜访新邻居 陈梯梯 我们到了 哈喽 梯梯爸爸 哈喽 土豆妈妈 这是给你的礼物 拿好 哎哟 土豆怎么了 你是他的实男人 这是谁 哎哟 你怎么不高兴了 我还想骂人呢 你 土豆你看你看 你看这是谁 梯梯 哈喽 梯梯 嘿嘿 你怎么藏在礼物后边呀 哎呀 土豆干嘛呢你 是狗猫呀 土豆有点害怕了 没事没事没事 妈抱着你啊 没事 哎呀呀呀 干嘛呢 我抱着你 不怕不怕 土豆可温柔 你看 不温柔呀 没事 梯梯 没事没事 我们不是来抢你老婆的 我们是来跟你做朋友的 是不是土豆 我们跟你做朋友呢 今天要带土豆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嘿嘿 我们到啦 当当 欢迎参观我和土豆的新家 这里还摆上了一幅土豆的油画呢 土豆 你这是困了吗 别呀 还有一份惊喜等着你呢 惊喜在这里 土豆的专属小屋 超漂亮 这个是土豆的床 土豆的零食柜 还有土豆的学习桌 还有这一大箱娃娃 还有土豆的零食玩具 宝贝 这个惊喜你开心吗 以后我们土豆也是有一个专属小房间的猫咪啦 只是还没有布置好 你们说 她的房间该怎么布置呢 老妈宝喵第一天住进新家 哎呦我真的太累了 土豆你能不能下来 抱了一天了 你不累吗 哇手很酸的 还抠着我 手放开 怎么讨厌的 我们去你的新屋里好不好 去你的小屋里 你乖乖的 坐你的床上 来下来 下来 听话听话 给你一百块钱 你下来好吗 哇真的有用 你真的是 手买你了 用这一百块钱给你封住 土豆你要长大一点 以后不要一直让妈妈抱了 妈妈会累的 以后你就是这个小屋的主人啦 土豆的小屋 今天是到新家的第五天了 土豆还在我怀里窝着 你修不修啊土豆 你都多大了 还整天要抱抱 快下来吧 带大家伙参观一下 你刚布置好的小屋 打开门是土豆的毛毡头像 这是土豆的小床 这个是土豆的零食柜 一打开 满满当当 全部都是它的零食 这边是土豆的玩具店 还有猫包 还有这个柜子是土豆的衣柜 但是还没有挂衣服 这里是土豆的学习桌 看来你挺喜欢这里的 好了给大家介绍完了 你们觉得土豆的小屋还差一点什么呢 可以私信告诉我哦 明天带土豆去拜访一下它的新邻居 陈滴滴 你这么开心呀 好了我们下集再见咯 土豆的迷惑行为 刚才我扔了一个洞杆出来 在这里 土豆疯狂地在凤梨找 往缝里巴拉巴拉巴拉 我快要被它笑死了 这一顿假操作 它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终于找到了 偶尔吃掉它 真香 原谅我笑得这么开心 土豆实在是太笨了 早上好呀 现在是早上八点半 土豆又来叫我起床了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 不是先去洗脸刷牙 而是先给这个小家伙上药 最近好多人私心问我 为什么土豆一直带着这个圈圈 其实是因为土豆前段时间得了冒险 本来已经快要好了 但是就在前两天 土豆自己把这个头套去掉了 然后把这里挠伤了 可以看到伤口 这里已经结疤了 所以还是不敢轻易地把头套摘掉 还要再待一段时间 等它这里完全好了之后再摘掉 相信过几天就好了 喝好药再把旁边清理一下就好了 奖励你一个冻干吃 太乖了你 土豆你知道吗 你现在在网上有超级多的粉丝 他们都很期待你把头套摘掉的样子 所以赶快好起来吧 加油